第二位评审 黄冲韩小姐 投选 郑芳 第三位评审 马薇薇小姐 投选 郑芳 所以第一轮硬三票的总结为 郑芳三票 反方零票 郑芳算是以3比0领先 现在将公布本场赛是最高得票的3位最佳辩手候选人 排名部分先后 分别为 郑芳三变 郑芳四变 以及反方四变 下来有请评选进行公开讨论 时间为15分钟 有请 这场比赛呢 坦白讲 我觉得胜负还蛮明显的 可是并不是因为 反方的朋友打得不好 我个人看 我觉得你们反抗还挺剧烈的 可是 可是由于就是说 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太弄清 郑芳想说什么 以至于默默跟他们达成了很多 你们不应该达成个共识 然后导致后期很被动 只能重复表示我很委屈 那么这是怎么导致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实际上 你们在定义上 双方是有很多非共识的 但你们没太听懂 好 比如说 正方他们对于想要和需要的区别 定义两条 什么呢 第一 主客观之差 第二 社会与自我之差 对不对 他们这定义就两点 那么这个定义就超级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讲人怎么样活得更有价值的时候 我们的本能反应常识都是活出自我 对不对 可是自我这个词很明显在常识里面更倾向于主观 非社会这样的一个暗示 所以他们这个标准一出来 在此就说 这边是 应该是对 反一致正 反二致正一的时候 就第一轮质询的时候 就应该直接打掉他们这个标准 如果第一轮打不掉 后三轮要狂攻这个标准 因为只要他们这个对于需要和想要的定义不成立 他们后期所有的优势是不能够得到有效展开的 可是蛮奇怪 你们第一轮进行的质询 基本上是在 我不是很明白 你们第一轮质询 基本上是在说 需要跟想要是否重合 那么如果他们重合的话 利益到底是归于需要还是归于想要 你应该在家读书还是应该去做个舞蹈家 你到底应该好好照顾病人 坦白讲你们这一轮质询打的是什么呢 你们后期走的路线已经完全跟着这一轮走了 你们这开始走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总有既需要又想要的时候 对不对 既需要又想要的时候 需要作用一定比想要大 可是你要知道 凡事论证 两者同时发生作用 哪者作用更大之中 比较在所有比较中是最难的 打平都很不容易 你还想打赢 这个选择的攻击点一开始就歪掉了 更何况后期你们这个点还没有打赢 所以一开始走偏 后期极其被动 然后到了备制的时候 你们基本就已经承认了 对 他们俩之差 就是主客观之差 就是社会有自我之差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认得掉的话 那么等于是你们在后期 没有什么余地了 就是你 那其他的你们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因为很简单的 你既然就是说需要是客观的 那个想要是主观的 那么这个时候 人应该更满足于自我实现 你们的所谓的马斯洛需求的最高需求 自我价值的实现 利益就归于梦想 梦想的利益就归于 想要了 这一块是完全失掉分了 明白的意思吧 所以在第一个回合 定义的交锋上 定义利益完全归于正方 好 那我们再接着看 你们第二轮的交锋还蛮有趣 第二轮的交锋集中在什么呢 集中在操作可行性上 因为你们在主客观上 正不过对方了 也认了 比如说 但你们这玩意儿其实不误实 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定义点叫 误实进取嘛 你们只是热情想象嘛 那么这一点暗示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想归想 想的再好 还要我们来做吧 对不对 而且你们未必做得到吧 这是你们打所有的 护士 南丁 格尔类 最本质用意 对不对 不过这点其实你们一开始没太听出来 他们到底想干嘛 只是隐隐觉得不爽 重合的时候比毛啊 比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后期你们大家知道 他们想干什么了 你们就是 不别说我们是目标 你们是过程 对不对 你们是手段 你们还是目标加手段 然后目标加手段 大于目标 你放立场得正 凭什么呀 就这边开始反应过来了 就狂轰你们这点 就问你们 你们到底是目标 还是是手段 然后结果你们中间两个并外 变位的打法不一样 一个人打 我们既是目标又是手段 另一个人打 我们是手段 你们是目标 这属于自己在家没太商量好 这回事 自己在家落好 再出来聊 对吧 那没事 可是他们没边吧 因为这局队 我以前不止一次看了比赛 他们一只能力非常强的队伍 人家就每一点都给你打 那你说我们都是目标吧 那我们都是目标 这点我们赢 为什么呢 合计主客观那块 他们占的利益 好 现在你就说我们是目标 你们是手段 不对啊 他后面打了很多类比 你追女孩的手段 哪会比你追女孩本身更重要吗 这一点 人家至少打平 我不说我一定更重要 但我俩至少平 对不对 可能他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你们最有利的一个点 打平 前面又全输掉 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而且纯旧花桥 然后还打给你们花桥 所以在务实进去 这个热情想象这个点上 你们依然没有占到平 占了 好 这个时候你们又神引入了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基本是反常识的 可是还是跟金融旧出来了 这种的打法 其实真蛮冒险 你们是混淆了 他人的需要和想要 和自己的需要和想要 等于是四个概念混着打 什么意思呢 你们说 那你爸妈的想要 你要不要做到呢 你这想要是不是也有坏的 这时候就变成了爸妈的需要想要 加我的需要想要 因为爸妈的想要 有可能是我的需要 也有可能是我的想要 爸妈的需要 有可能是我的想要 有可能是我的需要 这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 这是你们的一个基本答法 可是这一点 那你又说的很清楚 其实字幕片上 已经说清楚了 到截片中 再说了一遍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爸妈 无论他的需要 还是想要 对我来说 还是回过来 都是外界要求 对不对 外界要求 对于我来说 统统属于什么 需要 所以别人 无论需要还是想要 到我这 只要作用于我身上 统统算需要 只有我自己那些的想法 更想要 更何况 他人的需要和想要 跟我的和需要想要比 它不是同一个比较主体 没法比啊 所以你这样混着打 混不过去的 明白意思吗 所以三个重要的焦点 我们分析到现在 实际上就怎么说呢 第一个和第三个 打输掉 中间那个什么 故事进去 然后对方是热情想象 勉勉强强算打平 但说真的已经很勉强了 全靠四遍 一个人反应快 那么死撑 那么所以 我最后把票投给正方 可是我给你们的 一个建议是 因为其实你们真的是 一只很不错的队伍 不要因为 就是一场比赛 没有占优势而反倒沮丧 是因为你们的对手 真心猛 他们弄了 不是一种 不仅仅是那种态度上 他们态度不算猛 他们实际上是在于 他们本身 利润丰厚而自洽 同时又有价值 然后四个人 居然还都能操作得了 这样有深度的利润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可是你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坦白讲 不要这样的对手 多做准备 不要草草写一个 觉得勉强 说得过去的 一遍稿就出来 真的 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整个利润 显然是没有经过 深思熟虑的一个利润 所以 再前多做准备 场上就不会靠反应应称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吧 那我大概就这样 谢谢 那我先交代一下 那其实薇薇刚才提了很多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很接近的 那我觉得 当然反方今天除了 可能你们一开始 没有搞清楚对方想讲什么 可能前面的几位变手 也没搞清楚 你们自己想讲什么 所以变成在前面的一个环节 因为正方的利润 其实是蛮清楚的 他主题搞 就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 他们想要讲的是 就是自我定义的是更有快乐 或者是更有价值的 然后我觉得 你们是 没搞懂你们要想讲什么 所以你们就没有办法 在需要跟想要的 这个定义上面 选择它强 所以基本上 在前面一二片的时候 我是很辛苦的 想要听 你们到底想告诉我 你的想要和需要是什么 但是我听到很辛苦 我都不能够完全的听明白 我只能帮你们脑布 然后当然到后边的时候 就比较清楚了 那我觉得 威娜到最后 你们比较主要打的一个需要 跟想要的区别 可能因为你们前面 跟他们打成了很多共识 所以到最后你们想要的 需要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想要是会动摇的 然后需要是比较积极 而且是实际上去完成的 那当然这个点被对方揪了好几层反驳 变成到最后你们很难捍卫得住 好几层反驳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 你想要是动摇的 需要是积极的 他就把你定义成第一秒 你是在一个两者的重叠情况来讲 那这样子讲怎么比 就算我要跟你这样子讲 他们的另外一层反驳是 那如果你想要是一个步骤的话 需要是一个步骤的话 想要是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为什么步骤 也就是说我们都会比目标更重要 那他还跟你比 其实今天你所谓讲的 那个实际上需要的这个积极性 它其实是追求的定义 你没有去认证需要 因为想要的需要 其实都会去追求 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去落实一定的步骤 我觉得对方有几层的东西 就把你们这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概念拆解了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你们只凭这样子一个 一个反应不能够 赢得这场比赛 那当然 过后你们有尝试去 揪对方的需要跟想要 但是我觉得你们自己 也没有搞清楚 就像路边讲的 你们把别人想要的 别人需要的 自己想要的 自己需要的 混在一起 适合要打掉对方 但是你们自己 也没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然后对方就说了 你不能用别人想要的需要 来决定 因为别人的想要和需要 到最后就构成了 社会对你的要求 就会变成你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也被地方打掉了 所以到最后来说 我觉得 我并反方的一个建议 我其实 我猜想 你们最后想讲的一个想要 因为你们的 你们提的一些 我觉得比较可以 对你们立场有利的例子 比如说像 想要追求金钱 很事业 想要追求一些 昙花一切的东西 你们所要讲的 想要 它比较适合你们 发挥的定义 它可能是一种 欲望上的 一种 不经思考的一种激情 我猜你们可能 想要讲的定义 应该是这种的 就是一种 短暂的热气 一种满足于 欲望突然 拼发的一种 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追求 想要的很多时候 你更容易迷失 所以你会 追求物资 你追求金钱 你到最后 不知道自己 追求的是什么 然后你们想要讲的 需要可能就是 比较像是 责任分内的东西 就是回归人 最基本的一种 要去完成的 对于生命的一种责任 我觉得如果你们 可以在这个定义上面 做得更区隔一些 然后去跟对方 想要跟需要的定义 那我觉得你们 可能这个立场 也比较有利 而且我听到 杰辩最后讲的 就是 做好分内 跟去迷失于物质 我觉得你们 你们想要的 需要的定义 应该是往这方面开 可是你们前面 三个变手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你们组变法 没有开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整场打下来 我觉得你们 大概也不清楚 你们打的主攻 现在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可惜的 就是我觉得 像 薇薇就有讲的 你们不能够 只是去 做一个觉得 过得去的利润 然后就来打比赛 你们利润 需要更深密的思考 就是从定义上 到论点上 你们怎样才是可以 更加建立优势 或完整自己的讲法 这样你在场上攻的时候 你才不需要 那么多的继续反应 你可以有自己准备好的 那套讲法 来给对方应控 不然的话 你整个场上的 比赛的情况 就是对方讲什么 你去跟他揪什么 可是因为他们的东西 已经很完整 已经自圆其作了 你场上机场揪 你未必揪得你 但是我觉得这是 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帮你先讲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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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到反思 要跟正方打平的 那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 好 这个个人 个人家庭 家庭 想要和需要的困 我明白到你的意思了 其实跟刚才两位 有点差别 我觉得你要打的东西是告诉 哪怕你再想要 其实想要这个概念 不会无端端一出事就有了 但是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里面 你比较了不同的价值观 跟不同样的生活模式 然后过你筛选了一个 可能是主流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或者可能是非主流 所以作为你想要 然后你要尝试想要跟他确认那个部分 如果那个情况是扳到在手指的时候 就跟他确认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比赛 你会打的比较有希望 因为我觉得太值了 是你的那个目的 其实我们不能用是否社会化 就是等同于需要的整体概念 然后想要就没有经过社会的影响 你要讲的是无论是想要还是需要都有经过社会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想要其实是经过某程度上的分析 我觉得那个是你们架构里面 但是你们也没有把它打出来 想要跟需要怎样讲分辨 到了结面其实也没有讲出来 我觉得你要分辨就是 想要就是我看有很多个社会需要 如果我筛选一个 或者我塑造新的社会需要 这个是想要的概念 在你们的教科里面第二点 我经过分析过 就是可能社会需要的是医生 护士等等的 等等的职业 然后我想了过后在那么多职业当中 我比较想做的可能是忽视而不是医生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们真正要表达 但是你们也没有把想要跟需要讲分得很清楚 你们只一开始就按照你们原本的讲法就是 好 我的是不会被社会影响的 我觉得你那边应该不用讲成是不会受社会影响吧 你是告诉他他的大部分是社会影响 然后你的社会有影响 有提点我 也有可能是我提点了社会 做一些社会没有的东西 但是我主要是经过自己的判断 还有自己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一边没有打好 然后接下来部分就是回到 去很多工房 我觉得你的第二点 反方第二点告诉我们就是 好 我们还是要纠正 我原本讲这样的画面就是 你们这边就会打出很多话 你看到就是很多人每天要想要 追求想要 结果追求到不三步是之类的 或者偏要原本是会要怎么回到 但是都没有打 然后你们就跟他打就是好 我的是步骤 然后你的是终极目标 在听之下 这个打法本身就很挑战性 为什么挑战性 因为你会有什么追求 因为追求这个字眼 我觉得反方 如果你要这样子打的话 你应该告诉大家追求 对追求要一个全新的诠释 如果你回到原本大家对追求这个 既定的诠释的话 那其实对反方没有什么利益 因为他要知道 追求一定是往目标 但是为什么追求会是往手段 这一种比较挑战常理的方式 我觉得反方如果要打这种模式的话 一开始在咨询里面 或者在主编稿里面 就要告诉大家 追求其实往往是什么 如果把追求放在这种的目标上而言的话 那其实他为什么没有比不实的来得更好 当然我觉得正方也没有提点 今天题目要讲的是追求 追求往往为什么指的是目标 而不会是手段 因为我觉得你不可以把那个比赛胜负的结果丢给我去判 因为永远目标都是比手段更重要的啦 所以用手段来论证更重要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我觉得你不可以把那个答案交给我们自己去全是怎样的 而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那个情况之下 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手段比目标更重要的 有什么样的情况是目标永远比手段更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你们要交代给我了 而不是我自己去交代 然后我觉得少交代这个部分 然后我只能够微微的去把整个补赛 因为正方的架构还有成定 然后一些攻击都反而很自在打出来 或者打也是只一个人打 所以我把我一直要不要躲在正方 但是我觉得正方在这一节部分是没有做好 感谢评审们金币的言论 这时候马上有请各位评审投下最后一轮的决选票与最佳变手 本场时代的成绩将于这一轮投票过后正式诞生 有劳各位评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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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张投票 正方 第二张投票 正方 第三张投票 正方 所以第二轮决选票 正方三票 反方零票 第三轮分数票 成绩如下 第一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367分 反方得分325分 正方得一票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309分 反方得分258分 正方得一票 第三轮决选票 正方得分448分 反方得分402分 正方得一票 所以第三轮分数票 正方三票 反方零票 现在宣布本场赛事的最佳辩手 由于正方三变 正方四变 及反方四变都获得同样的票数 所以我们将以两位辩手的个人得分总和来作为评判标准 正方三变 正方三变 个人得分总和为234分 正方四变 个人得分总和为237分 反方四变 个人得分总和为228分 反方三变 最佳辩手 为正方四变 赖 俊 鸿 同时胜出的队伍与最佳辩手 希望今天弱败的队伍 在这里